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我们讲到京剧 算尽则死 我们修道之人 要对无常有警觉性 要看破生死 是虚妄的 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 不要恐惧 不要惊慌 重要的是死后要去哪里 自己要清清楚楚 要有把握 这很重要 尤其我们这一生遇到的 是当生成佛 当生往生西方极乐 世界圆正三不退 的因缘 那这个确确实实 无量劫来 稀有难逢的机会 我们就要趁这一生 好好把握 我们是凡夫 见读烦恼 一瓶都没有断 往生之后 做阿维 岳智菩萨 那是七地以上的菩萨 所以叫男性之法 不可思议 只有佛才能讲清楚 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万德鸿鸣 能受此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报 凡夫一瓶 见祸 私祸都没有断 往生就可以做 阿维岳智菩萨 稀有难逢 光想 睡觉都会偷笑 但是不只要笑 还要真念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念念想着求生净土 请问大家 怕不怕死 随时准备 舍下这个臭皮呢 跟着阿弥陀佛走 怎么会怕死呢 那一个人 他的寿命 福报 都有神明见察 他假如不好好击福 福报花完了 他就命中了 就随夜流转了 一个人的命运 是他自己造作的 一个家庭 也有他家庭的命运 整个家的贡业 当然这家的贡业 父母 有很大的责任 从小给孩子讲 吉凶祸福 因果报应的道理 孩子从小就断恶修缮 那这个家道 就能兴盛 行善之风 也能保持 一个国家 也有国运 也要看 这个国家的造作 以至于世界 也有世运 那我们冷静来看 现在整个世界 都是充斥着 杀到盈望 这世界确实为难 印光大师 大师之菩萨再来 在六七十年前 就已经讲到 世乱以极 这个世界 人心动乱 已到了几点 诸位同仁 六七十年前的人心 跟现在比起来 怎么样 那时候叫 世乱以极 那我们现在叫什么 那叫一塌糊涂 这没有办法形容 人心已死 印光大师叙述到 没有伦理道德之后 整个社会 人心 堕落得非常快 我想 印光大师 是有大智慧的人 洞察到 假如不恢复 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整个社会 世界不堪设想 到现在 杀到盈望 都是正常的 电视节目 电影 没演这个 好像就没有人 欢喜去看了 得不到支持 随顺 众生的 喜好 都拍着一些 误导人心的 这些骗子 师父老人家 看到这个情况 觉得 假如不给世人 指出一条活路出来 那就是不慈悲 不能眼睁睁看着 这整个世界人心 一直堕落下去 所以大声 大声疾呼 恢复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印光大师 说到 在人心已死的时候 勉为其难 再找方法来挽救 家家有 伦理道德 人人都知道 因果报应 或许还能挽回 世道人心 那再加上 自心念佛 回向化解灾难 这个是 印光大师 给我们世间人 大慈大悲的开始 那别人做不做 这我们没有办法 去要求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世界的需要 那要从我们开始 我们自己要 明英国 要有好的家道成传 给这个社会 做一个好的榜样 然后念念 直辞万德鸿鸣 回向化解灾难 假如在现在这个 社会状况 世界的灾难平传 我们还不能念念念佛 回向给苦难众生 化解灾难 那就等于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苦难 我们都视而不见 那这个慈悲心 就没有发出来 所以面对现在的时代 也是堪厌自己的心境 赶紧念佛 赶紧积功略德 回向众生 这是有慈悲心 因为往生的条件 最重要的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发菩提心是在一向专念前面 一向专念了 菩提心没有发案 还是没有具备往生的条件 所以时时要观照自己 有没有跟慈悲心 跟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相应 这个是真正珍惜自己的修行 珍惜这一生往生的机缘 要立行的自己明明白白 不是糊里糊涂 好 所以我们中心 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也要尽力 来普遍推展 伦理道德跟英国教育 我们一些同仁 他们也到 尽忠学会 一些成熟的英语 开始讲了凡视讯 讲太上干颜评 这些事都非常急迫 我们尽心尽力去做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好 任何事情赶紧 好好地去做 不要等灾难来了 想做都没有机会做 那个时候人生就不生 叹息唏嘘了 而师长这几年的呼吁 希望大家发大心 尤其最近 师父带领大众 修六合镜 真正有六合镜的僧团出现 整个地区都不招难 师父大慈大悲 我们当弟子的 一教奉行 以师制为己制 师是以 六合镜 要求自己 而 六合镜具体的实践 就是落实三个根的教会 我们 一言一行 起心动念 跟弟子规 跟感应篇 十三夜道经 都能相应 那这样的行持 那这样的行持一定跟 建和同结 建和同窦 深和同柱 口和无真 义和同月 利和同君 是相应的 佛门 佛门 重实质 不重行事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 讲到 又有三台北斗神军 在人头上 路人罪恶 夺起计算 我们看到 在人头上 其实几千年来 我们中华民族 华人都 很清楚 举头三尺 有神明 那静代 崇尚科学 看不到的呢 觉得就不一定有 觉得鬼神是迷信 静代 这一两代人 他就不能深刻了解 天地鬼神的道理 这个教育 是了解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还有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所以尤其第三个部分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个时代 这几代人就要赶紧补课了 不知有天地鬼神 见察 处罚 人才变得呢 肆无忌惮 什么都敢做 所以有因果教育 才不敢做 经文提到 人的头上 有三台 三台是上台 师命 中台 师福 下台是师路 三尊天神 这个师命啊 管人的寿命 师福呢 管人的 社会地位 师路啊 管人的财富 北斗神军呢 有南斗神军 有北斗神军 南斗掌管人的身 女管 女管 北斗啊 掌管人的 记录 人所造的 善福啊 善则严寿呢 恶则 简短寿命啊 这个 北斗神军呢 在管 所以路人 罪恶 这个路就是不断地 记录 检查 我们从 了凡视讯里面 魏忠达的 例子 就可以知道 起念头啊 这神明都有记载 所以魏忠达 才四十来岁 他觉得 他也没造多少恶 怎么那个恶路 迎庭 这么多 那这鬼神告诉他 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一念不正 即是 就是恶了 不带犯也 我们看到路人罪恶啊 这是连意念 都记录起来 知道了这个事实啊 我们就警觉性更高了 连念头啊 都不敢照做恶意 所以 夺其计算 这个夺呢 就是执行 这个天律了 寿命到了 这鬼神就来接人了 很多医院的医生 护士啊 他们就有这个经验 只要看到黑白无常 那这个人就活不过几天 都有征兆就来了 所以 我们常说 北斗七星啊 这个在佛家的 夜报应援经里面 有提到 说这个七星之气啊 常结为一星 在人头上啊 去顶三寸 所以每个人的头上啊 都有光 人们成为气 大家现在有没有看到 我上面有没有光 我们现在 会眼未开 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人越清静啊 慢慢就看得到了 而 一般呢 好的光啊 金色的光 好的 阿弥陀佛 神金色 这是好的光 其次是黄色的 差一点是灰色的 黑色的 假如是黑色的 那就是寿命快到了 我们 常听人家说 印唐发黑啊 那个就是 整个那个光啊 都暗淡下来了 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啊 叫楼思德 他是唐高中 当时的大臣 做到宰相 修养很不错 怎么说呢 他的弟弟啊 当到赤士 那个算是一个地方的 就像神长 这种身份 那他是宰相 等于他兄弟啊 得到朝廷啊 非常优厚的 宠幸啊 结果他问他弟弟 我们现在呢 位高权重啊 得要处事低调一点 不然人家会嫉妒的 提醒他弟弟 然后问他弟弟 人家给你吐口水啊 吐在你的脸上 你应该怎么做 他弟弟说呢 我不会跟他生气 就把他擦掉就好了 楼思德说啊 擦都不要擦 人家给你吐口水 你擦了不就不顺他的意吗 连擦都不要擦 让他自己干就好了 楼思德是很有修养 很有忍辱了 有一天早上啊 他醒过来 有一个 新官 就是一个新神 天神 跟他讲 他说你这一生 误杀两条命 夺 夺你寿命十二年 夺一记 跟他讲完 当天 这楼思德就开始 昏沉了 这寿命就很快 就结束了 过没几天 他就走了 而当天一昏沉 他觉得这个天神 讲得非常正确 他晃晃乎乎 赶快跟身边的人讲 我这么谨慎 还是因误杀两条命 减受十二年 古人 谨慎 都难免犯下 责自己 受命福报的事情 假如我们在不谨慎 放纵自己的习气 那自己的福分 就不知道 无形当中 减损多少 所以地址规里面 谨而信 这两个是重要 不谨 不信 人这一生 只有堕落 只有折服 不谨慎 一定放肆 不守理 出言不讲诚信 这个口业一天 就不知道照多少了 所以地址规 是做人的根本 不依照这个去做 就没有做人的资格了 那只有 多到三恶道的分 所以师父讲了 不学地址规 就是不想做人 好 所以这个 罗斯德的例子 也很值得 我们警惕 下一句呢 讲到 又有三师神 在人身中 每到更生日 则上亿天朝 言人罪过 刚刚是讲到 头顶上 三台北斗 神军 这些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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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人的身体里面 也有神明 这里也讲到 三师神 之前我们还讲到 《华言经》 里面有记载 人生出来 也有两尊神 跟着 在自己的肩上 同身跟同名 都是在记录 我们的善恶 这个三师神 有上师 彭聚 中师神 彭子 下师神 彭脚 都是 在人的身体里面 有另外一个说法 指他就是 人的三魂 一般讲的是 四神 跟自己神是 相应的神 好 既然在人的身中 那我们的起心动念 他们都一清二楚 每到更生日 我们 整个古代 计算 日子 是用天干地支 天干 是 甲乙丙丁 物己根心 人魁 这是十二天干 地支 是 直丑迎卯 尘势五味 身有虚害 这个是地支 我好像念错了 直丑 天干地支 刚好是 天干是十 地支是十二 有时候要对自己 有信心 但是 假如是 争错了 要马上 承认错 过本能改 所以十跟十二 它的 最小 功倍数 是六十 所以它 轮一次 是六十天 每六十天 就有一个 更生日 就上到 天朝 到逃离天 禀报我们所犯的这些罪过 上一天早 下一句讲到 岳会之日 岳会之日 造神 亦然 而这一段经文里面 提到了 天神 三师神 这是 见察 个人 而 岳会之日 造神 也是 到 上天去 禀报 但是 但是它是禀报 一个家 造神 见察 是以家庭 为单位 而且 这个月会 是指 农历 每个月的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就没有月亮 的亮光 所以用会 会就是 暗 而这个造神也 在我们 整个民族 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们 记得到 马六甲去 一些传统的建筑物 都还看得到 共造神也的 神龛 都写两个字 上天做好事 当然 要让造神 上天做好事 得要自己 做好事 神是正直 光明正直 可不是 买一些 什么水果 就可以 惨媚得了的 上天 做好事 下地 保平安 保佑人民 我们看 于敬义功 与造神祭 那真的是神明 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 每一个月 他最后一天 都会上去 汇报 人的 这一个家的 所作所为 在 怀俊 有一个读书人 有一天 喝醉酒 就有点 酒后乱性 所以这个酒界 还是很重要 酒是遮罪 喝酒本身 没有罪 是喝了以后 太容易 做 杀到盈望的事情 他是防止 不要造业 弟子归说 年方哨 勿饮酒 饮酒 罪 罪为丑 这不止 丑而已 造的罪业 可能会 折掉 半身的 福分 结果 他喝了酒 之后 就有点 行为失控 就去调戏 他们家的 一个 婢女 结果 这个婢女 颇之 廉耻 她极力 反抗 逃脱掉了 当天 半夜 这个读书人的太太 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 有一个天神 就是冠冕 穿着黑色的衣服 然后 就是神威赫赫 手上拿着一个文布 专门记录 世间人做的这些 事情 然后就 快马 要走了 然后因为 这个神明 非常的 有威仪 她的太太 就醒过来了 而那一天 刚好就是 为月会之日 她太太 就把这个事情 告诉她先生 读书人 都懂这些道理 所以这个读书人 就 毛骨悚然 她 当天做的事情 晚上她太太 就做这个梦 她就给她太太讲 这个人 这个神 是赵王爷 没错 后来 这个读书人 就把这个婢女 嫁出去 嫁出去以后 就跟她太太讲 说你 之前 做的那个梦 就是赵王爷 而那一天 我去调戏 家里这个婢女 就有这个感应 那因为 我想 那个时候 我假如告诉你 可能你会怀疑 那个婢女 会对她 有什么成见 现在她已经嫁出去了 这个我就可以讲出来 一来 彰显这个婢女的 截操得行 再来 也是 发入我自己的罪过 这个 都是真实的案例 确实让我们了解 造神 鬼神 时时都是在检查 读书人 要持戒 要守礼 不然 一丝足成 千古恨的事情 就很难避免 而读书人 明这些道理 也都想趋吉以避凶 给自己 还有给自己的家庭 祈福 而明朝 于静一功 他也是 很想断恶修善 他也觉得自己很用心 在行善 自己觉得也挺好 然后呢 别人看他也很善 可是呢 他的命运呢 好像越来越不好 怎么个不好呢 十八岁就考上秀才了 而且多才博学 但是后来连续考 公民考了七次都没考上 到了四十几岁了 潦倒穷困 而且呢 他有五个儿子啊 死了四个 其中一个呢 在八岁的时候啊 在乡里玩啊 就走失掉了 四个女儿 死的也剩一个 公民考不上啊 然后又孩子 死的绝大部分 一个最宝贵的儿子 也不见了 剩一个女儿 而他自己啊 结文昌社 跟同学啊 奉行文昌帝君英志文 断恶修缮 结果却变成这样的命运 他自己啊 自己反省啊 他也没什么大的故事啊 怎么上天对他 这么不公平 所以每一年呢 到除夕业 就写书文了 糟糕上天了 我都做了这么多善事了 怎么没有降福给我 所以 《造神记》里面讲的 自反无大过 产因天法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过失 怎么老天爷对我处罚这么重 这个提醒我们 我们人生假如遇到 很大的灾难的时候 还是要坚信 老天爷会不会出状况 这些神明会不会出状况 没有 五千年来没听过哪个神出状况 只有听过人 看不清楚自己 自欺然后欺人 最后还欺天 好 那 我们明天再来看赵王爷 怎么好好来启发 帮助 这个余都 余敬义公 来改造他自己的命运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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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